哈喽大家 今天简单的打个卡聊个天 最近哈尔滨 可能哈尔滨是比较晚的 很多南方城市都已经春暖花开 然后会有非常强的这种 想出去走走的欲望 哈尔滨可能会晚一些 尤其是今天到现在为止 还只是4摄氏度 4摄氏度非常低的气温了 那即便是这样呢 小区里面的花都已经开了 有很多树银绿了 那到这个时候如果是往年的话 大家还是会计划着出去走一走 然后我呢可能会录一些日常类的视频 看我们一家人在户外这种 烧烤也好 或者是钓鱼也好 随便whatever什么都可以 至少传递的是一种非常轻松的这种氛围 但是目前国内的形势 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也都知道 就是整个和疫情的这种交手 还没有告一段落 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有信心 至少今年最晚今年也就可以了吧 一个疫情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 折腾的差不多了 我的视频可能很多朋友是因为 喜欢看包包类的分享 喜欢看我的一些经验 所以呢来到这里 那也有些朋友们会关注 我们一家的日常 会喜欢看太太那种双朗的性格 我也会希望我们记录下生活的日常 然后在未来的某一天再回国来看的时候 会觉得很有意思 会觉得当时的生活原来是那样的 和我们记忆中好像不太一样 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了 因为不能出去 所以这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这种包包的上心 或者是包包类的分享 和大家来聊聊天打个卡 或者是读一段杂志上的内容 那今天呢想聊一个事情 就是大家对包包的这种渴望 好像是越来越两极分化了 今天有两位客人问到我两个极端 一个是大包 薄金四菱的包包 那另外一个极端是小包 帮需要大包的这位男士呢 找了几款薄金四菱 看一下他考虑要哪个 大家如果有我的朋友圈的话 应该也可以看到到我的一些发布 那这位女士呢 他可能会更关注小包 尤其是他现在在考虑 迷尼凯利二代的拼色的包包 我之前也发布了黑白拼的这个拼色 他可能也会比较种草 这个拼色的想法 或者说类型 那又很纠结 如果有了这个的话 那灰色会不会就是一种放弃呢 那我会跟他说 这两款至少目前来看的话 都是比较保值的 对不对 如果从保值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实际上都不是很难看的包包 不管放很久 如果全新的话 我觉得价格都是比较高的 如果是自用呢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可能大家会更加了解 了解这种纠结的细微的差别 细微的点在哪里 就是如果你买了白色的 这次special order 做了一个白拼黑这种熊猫配色 那有可能下一次就是灰色 那如果这一次是灰色 下一次有可能就是白拼黑 所以他们两个可能到最后就是先后的问题了 因为毕竟都是比较经典的配色 都是比较 比较好看 然后也都是被大众广泛认可的这种搭配 聊完了小包这个极端 我们再聊聊大包 今天在找大包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比较好看的 薄金四菱的 那还找到了一个大极品 大极品 薄金四菱 BOX皮 黑银 当然价格也是比较高了 因为 BOX皮本身它的价格就会比较高一些 裸包价格就会比较高一些 同时呢 因为它数量非常少 所以在装柜配货价格可能也会更多一些 配货的量也会更大一些 那其实从我的角度来想 非常大张的BOX皮 可能本身就会比较少见吧 那与之相当的 基本上就是麻银皮的薄金四菱 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可能也是跟它的深加工的皮革有关 想要找到那么大张的完美的皮革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不知道在看到这个包包之后 未来我们还能不能看到更多传承皮革 的薄金四菱那么大的包包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所以今天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聊聊天 我们明天见 拜拜